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商跟六桃源投资超过2300亿 增2.2万工作电子电脑为大宗 工业院IEK预测明年四大制造业均成长 IEK指出制造业因加速制造台湾全球布局 有达新事业报喜渴望年增6至7成 来关心台股市场屏息一带 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结果 台股今天以12766.86点小高盘开出 原本早盘因观望气氛呈现小涨震荡 但在电子三网领军平盖股稳盘下 盘中台股突然旱地拔葱 大涨超过百点 收复时日线月线12800点大关 台股昨天率先收复季线压力后 随着美股收高 加上市场认为无论川普或拜登当选 都会带动国会快速通过更多的财政刺激方案 雅谷今天先动起来 台股也跟着吉拉 一举化解时月线月线压力 由于先前的观望情绪 渴望随选举结果逐步底定 预期市场将重新续积上攻动能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马云等高层遭中共监管单位约谈后 上海证交所三日晚间公告 暂缓蚂蚁集团上市 蚂蚁集团也在随后宣布暂缓港股上市 此消息也冲击阿里巴巴在美股股价开盘暴跌8%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四日在12寸晶圆厂展望报告指出 保守预估半导体界2020年到2024年 至少新增38个12寸晶圆厂 其中台湾增加11座 中国增加8座 占总数的一半 2024年半导体产业12寸晶圆量产场 总数将超过161座 苹果宣布在台湾时间11月11日凌晨2点 举行今年第四场新产品发表会 以One more thing为主题 市场普遍预期 当天将发表苹果首款搭载自家中央处理器 Apple Silicon的Mac系列笔电 预料将一次发布三款机种 抢年底旺季商机 助攻台积电 鸿海 广达等供应链出货 全球疫情延烧 台湾东洋因为没能如期代理进口疫苗 四日股价开盘跌停 股价开盘为71.9元 跌停尾卖数量超过1.1万张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公益院今天发布制造业景气展望 预期今年台湾制造业产值将年减4.05% 但明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 加上各国推动纾困振兴 新兴科技应用带动 以及台湾消费信心回升 厂商扩大投资等利多因素 台湾明年制造业产值预估为新台币19.68兆元 成长率可望达4.75% 公益院预估明年台湾制造业产值为新台币19.68兆元 成长率可望达4.75% 主因为全球经济回温 各国推动纾困振兴 新兴科技应用扩展 台湾消费信心回升 以及厂商扩大投资等利多因素影响 疫情至少会影响第一季 也许是第二季 但是选举以后 它的全球的策略包含于中国这边的贸易策略 或者是科技竞争的策略 应该会比较明朗 所以这些都是对台湾势力多 未来全球即使是制造业在地化 台商可能都是最关键的伙伴之一 美国总统大选正式展开开票作业 公益院产科国际所长苏孟宗表示 美中科技战影响台湾制造业 川普对中态度强硬 如果顺利连任 厂商需持续关注美中谈判进展 电电工会副理事长郑富雄指出 台湾位于各大经济体中间 应善用地理位置优势 建议台湾厂商在供应链重组过程中 按照市场区隔发展 按照这个市场区隔 然后去发展 供应链在变化的过程里面 会慢慢的移转 那这个移转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好好的应用 反而对我们是有利的 公益院建议5G时代来临 台湾施加速新兴科技应用 打造台湾产业链更具有强韧性 善用台美产业与科研互补特性 推动双边产业策略性合作 新台湾亚太电视 林家伟 张远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彭博社澳洲央行宣布降息至0.10% 未来半年将买入一千亿澳元政府公债 金融时报 全球最大影城AMC第三季业绩 崩跌90% 华尔街日报 美国新一轮刺激方案谈判停滞 美国财政部下调Q4举债规模至6170亿美元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丰田汽车下半年全球产量约460万辆 将创同期新高 城乡被誉为植物中的钻石 华盛顿公约也列为全面保护的 濒临绝种项目 优质城乡稀少罕见 在中国古代秦汉时期 并有一两城乡一两黄金的传说 而台湾则是从日日时期开始培育城乡 我们带您看到在云林 有一位城乡的守护者 细心培育城乡十多年 2000多坪的园区也首度在镜头曝光 接下来的新闻带您深入了解 比黄金还珍贵的香味 城乡 绿秦南去嫁接 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嫁接头在这里 被城乡界视为顶级品种之一的绿秦南 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培育 园区主人何秀美 首次面对镜头 公开培育十多年的城乡园区 天南的 它是经过雨水冲刷啦 变成这样子的 它的节有在里面 城乡属于特有树种 被誉为植物中的钻石 又名水城乡 城城乡 东方人称为虫师 城乡珍贵 是因结乡不易 当城乡树受外力伤害 像是被雷劈或虫咬 为了防止细菌扩散 自然分泌树枝来包围伤口 经数十年以上累积的树枝 形成一种高枝结块 也就是城乡 一棵树这样在大自然中生长 它可能上百年还解不到一块香 城乡的由来就是说 为什么叫城 最好的城乡就是 直接沉到水里面 就是它里面的解油度 来判定它的价格 还有香型 像这一支我们就称为棍棒料 那你从它的剖面 你可以看到它根本 就是长丝状没有年轮的 城乡是一种热带吉亚热带长绿桥木 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变化 因较不明显所以没有年轮 但想要知道树林 可以从树干的直径来判断 城乡的用途多元 常见的有炙香熏香或是收藏 最特别的是 城乡的香气无法透过人工调配 在市场上更显珍贵 利用传统的蒸馏法去改良的一个机型 一个制程大概是五到六天的时间 才能够收油 提油方式就是木头跟水而已 要萃取一公斤的城乡精油 至少耗损一千公斤的原物料 国际许多生产名贵香水中 会借油城乡起到定香作用 不过城乡树多种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 光是稳定货源 确保物料品质是一大烤片 它是属于濒临绝种植物 那如果没有这一张Sytis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进出口的 它是有配额的 一定要他们的农业籍核准盖章 我们才能出口 园区主人也是台湾城乡 经由供应商何秀美 深受城乡独特魅力吸引 因此投入城乡产业 更拿下国际多项证兆 朝专业发展 台湾能够自产城乡 然后让农民栽培城乡的人 又可以再去沦重 其实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期许 何秀美对城乡产业一条龙的职人精神 产学研界纷纷询问交流 壮大台湾城乡版图 行销到世界各地 探紧看到明天10月5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联准会利益决策 任天堂通用汽车Uber财报 主机重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央行公布10月外汇成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